好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有關地球生物得以在陸地演化的發展 何者是正確的 OK 題目問了一個關鍵字在這裡 叫在陸地演化發展 OK 那同學在解這題之前 要先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的生物一開始都活在哪裡 活在海洋裡面 那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才開始慢慢移居到陸地 慢慢移居到陸地 那這關鍵點是什麼 這關鍵點是什麼 因為當你要移動到陸地的時候 其實沒有海洋的天然保護 那海洋基本上是水嘛 它是一個很濃厚的介質 它可以擋住很多不必要的輻射 那所以躲在海洋裡面的生物 可以比較少接受到一些 對它有傷害的太陽輻射 那也就是說如果要登陸的話 沒有這些海水天然屏障 我就需要多出一種新的屏障 這個新屏障 我們在國中都學過的叫什麼 叫臭氧 叫歐山 臭氧 所以從海洋生物 一直到變成登陸在陸地生活的生物 這關鍵過程是什麼 是因為有臭氧層的行程 這個同學要先記在腦海裡喔 所以我們來看A選項來 當地球海洋生物行程的時候 生物也同時在海洋跟陸地之間 同時的演化 這個一定是錯的嘛 先有海才有陸 所以我們就不會選A了 我們再來看B選項 在大氣中氧氣生成一段時間之後 臭氧也逐漸累積到足夠含量 生物才得以登陸 來看到關鍵是臭氧對不對 對吧 所以我們這題答案就直接給他選B就好了 我們再來看C選項喔 大氣中出現足夠的氮氣看甲烷之後呢 早期地球較溫暖的氣候條件下 生物得以登陸發展 看到溫暖就不對了嘛 我們最主要關鍵呢 不是什麼氮氣夾丸都不是 我們最主要關鍵是臭氧對不對 所以沒有提到臭氧我們不選 株選項海洋出現會釋放出氧氣的生物後 生物隨之登陸陸地一邊演化發展 也沒有講到關鍵字叫臭氧 單純有氧氣是不夠的喔 單純有氧氣是不夠的喔 因為沒有天然平常可以保護這些生物 免於輻射的威脅 所以要我們要 唯一的答案就只有B可以選了 這樣同學OK嗎